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昨天美股真的是一个叫做大齐基日 为什么叫做大齐基日 如果你昨天晚上跟我一样 这么晚睡到了凌晨两点都还在看盘的话 你会发现昨天美股道琼 居然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 纳斯达克指数在盘中胜出一度大跌超过将近5% 结果我们抱着非常失望的心情去睡觉 想说今天台股一定完蛋了 然后我们睡觉起来 奇怪了这个美股怎么是收红的 代表他们在我们睡觉这段期间 道琼拉了1000多点 纳斯达克也是拉了超过5% 到底在这个地方台股还有没有机会 因为虽然昨天美股收上平盘翻红 但是台股今天跌的乱七八糟 是不是在这边就要一路往下死掉了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真的是很惨啦 说实话 昨天如果没有翻上去 我们以最低点来看的话 它已经回到了去年 也就是2021年4月份的那个低点 那其实你再更往回去看的话 大概就是跟去年1月的位积是差不多的 什么意思 代表纳斯达克他再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一路涨涨涨涨涨 涨上去以后只花了不到一个月 全部跌回原形 那如果你是做纳斯达克指数的投资人的话 你过去一年全部做白宫 你说这个可不可怕 真的是蛮可怕的 但是好在昨天收了这根下引线 而且翻红上去 虽然我们看到现在的美股的电子盘 都还是在下跌的 不过在昨天你要想一下 为什么会拉上去 这个问题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讨论 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那根K线图 其实你不会有什么感觉 你就说到不了就只是一根下引线 但是如果你看日内走势图的话 这个很惊人 这个叫做先跌600 跌到我们说了 我刚才说昨天大概两点多睡觉 然后就一路往上拉拉拉拉 而且还拉到翻红 这件事情真的叫做大奇蹟日 这个V转大家应该都不会想到 像我昨天在PTT的股板上面 甚至还看到大家在讨论说 跌成这个样子 你不要再笑想会V转了 我跟你讲 大家越想不到这个股市的走法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就真的V给你看 而且V还收上平盘翻红 真的是太惊人了 但是你看台股有比较好吗 其实并没有 昨天台股我们把它放到现在 就是整个走势图拉到现在来看的话 可以看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绿色框框 就是昨天美股 就是一路跌到两点之前的走势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 昨天台股收盘以后 我们的期货电子盘 你就会发现说 它跟着美股一直在联动 因为昨天美股 其实下午走势就已经不太好了 可是到了整个开盘以后 美股的开盘以后 就一路的往下掉 我们的台股也是跟着一路往下修 往下修以后 修到两点以后 开始往上拉 最后收盘大概只跌了100出头而已 但是你看 我们跟昨天的节目讲法 其实是很一致的 说过了 当昨天美股出现大震荡的时候 台湾的投资人 当然也是先吓来跳 你怎么可能说 昨天美股跌了1000点 我们都没有反应 只是因为昨天美股翻红以后 结果我们的指数夜盘也跟着翻红 但是一般的投资人哪管这么多 昨天震荡这么大 会不会接下来继续震荡 我怎么知道 股票先砍再说 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台股走势相对比较弱一点 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要往上拉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整个加权指数 真的 开低以后就是一路的往下走低 虽然它不是一路的急杀往下杀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指数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买盘要进来 最主要的原因 仍然是因为市场比较恐慌一点 现在在这个地方 大家比较不愿意去买股票 你想一下 比较恐慌 不愿意买股票 这个时候是不是 常常就是买点的出现的地方 你如果不信这个地方是买点 一个好买点的话 我们来看 其实今天真的大家不愿意买股票 因为你看腾诺指标 上市居然有超过9成的股票都在下跌 上跪的话 也有将近8成的股票在下跌 所以投资人很冷感 特别是在封关之前 大家又不想要报股过年 不过我跟你讲 行情往往就是在这时候诞生 为什么 其实这个黄色 蓝色框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下面我们放的叫做融资 融资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连续减了十几天 代表台股从1月以来 这个融资是一直退 一直退 一直退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回头看一下 过去在去年里面 我们大概经历过了 至少5次的拉回 5次的低点 哪一次的低点 不是融资杀出来了 你自己看 蓝色框框 下面是不是每一次的低点 都是融资卖出来的 当然这个地方不一定只有融资 在砍而已 法人可能也在这边卖股 主力也在这边卖股 但是我们根据数据可以看得到 你又看不到主力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融资的部分 真的 每一次低点几乎融资都在砍 当融资在这边砍了这么多股票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地方是高点 还是低点 我们就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这边就算不是最低点 也会是一个相对低点 我们其实在昨天的会员讯息里面 我也告诉大家了 市场会先产生恐慌以后 才发现自己过度反应 你看昨天美股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在昨天的早上的时候 就先发这则讯息 昨天台股先V了一下 我们先杀低以后拉高 昨天的美股怎么样 一样先往下杀 杀完以后股价便宜 就有买盘进铸了 买盘进铸以后 市场就发现原来是我反应过度 结果就一路往上拉 甚至拉回翻 那这件事情不管是在台湾 还是在美国都一样 大家都一定是要这样子 非常恐慌的情况之下 低点才会在这种情况被杀出来 好那我们在全书里面 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观点 在今天早上8点44分的TG里面 我又告诉你了说 其实这段时间 我在早上也不太想写太多新的东西 因为这些观点 我们过去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我说了 第一个观点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股价跌的升买盘就会进来 你看昨天美股是不是就是这样 台股的昨天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今天就是因为封关前 大家观望 观望的情况之下 买盘就会缩手 买盘缩手 股价就不容易有拉台 那我也告诉大家说 目前的盘叫做防守性的买盘 防守性的买盘叫什么 它不会积极的追价 你不会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股价只要涨到5%以上 就有买盘进铸把它锁上涨停 很少 现在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盘 但是它还是会逢低慢慢的减 慢慢的减 再来第三个叫做非经济的因素 造成的波动都是短暂的 那我认为 股市的中长期 都还是会贴紧基本面 在以目前台湾公布的经济数据 以及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拐点都还没有出现 就是那个转折点 还没有出现 那既然拐点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我们的股市 还有表现的机会 又不是说现在就要衰退了 我们景气还在复苏 那只是复苏的速度 可能没有像去年一样这么快 但是并不是衰退 那另外我们告诉你说 昨天美股这样子往上拉 发生在台股的话 你一定会说这可能就是 幕后大手在控盘 但是你要知道昨天是美国 台湾你说它是潜跌市场就算了 美国这么深的水 这么深的市场 那你今天可以从跌5% 拉上平盘 你就要想了到底是谁在买股票 谁又把股票砍掉了 这个问题你仔细想想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真的低点就是因为恐慌性的卖压 那散户投资朋友把股票卖掉以后 很容易就把低点卖出来 好啦 那我们在早上的10点 10点多的时候 我们又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雨过总会偏晴 那我们要做的不是让天空停止下雨 今天天空在这边下雨 我们也没办法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在雨来的时候 避免自己被淋的太湿 刚开始下雨的时候 你总会措手不及吗 你要开闪也是要时间 所以你淋到一点雨很正常 但你不能就是永远都不开闪 然后让雨全部都淋到自己身上 然后淋个湿大大 然后淋到感冒 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雨来的时候 那自己少淋一点雨 等待天空放晴 等待天空放晴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闪收起来 再来拥抱阳光 雨后总会天晴 那目前的大盘 这样子跌得这么深 很多股票也是修正很大一大段 那如果你在我们群组里面的话 你在先前一段时间应该手上多少都有保留一点现金 这些现金就是准备要拿出来用了 等到这些股价真的慢慢出现落底 波动慢慢过去以后 你要想股价不可能一天给你涨1000点 比较少 机率比较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股价只要慢慢的主体 你一定看得到 在主体的情况 你就把现金来说 陆续布局 你可能在中间会小套一下 但是事后来看 我跟讲后面的行情还是会非常漂亮 为什么 因为钱没有不见 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 请问现在有升息了吗 没有 有缩表了吗 也没有 所以说实际上这些卖掉股票的钱 他们只是放在银行账户 放在交割户里面 钱没有不见 他只是换一种方式留在你的身边 在过年之前 丙总的资金慢慢的收回去 融资也在这边砍股票 当大家都把股票卖掉以后 账户里面就有钱了 你觉得年后以后这些钱要放哪里 放定存吗 不可能 对不对 现在利率这么低 谁要跟你放定存 当这些聪明钱都要去追逐报酬率的情况之下 在年后这些卖掉股票 现在卖股票这些资金 很有可能就会在我们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陆续进场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真的钱没有不见 没有升息 没有缩表的情况之下 钱怎么会不见 钱在之后 很容易的就会跑进去股市 因为我们最后都还是要去追逐报酬率 所以现在的我要告诉投资朋友 你不要太过于悲观 你就是不要持股满档手上保留一点现金 等到我们年后 因为在这个阶段看起来好像大家追加意愿不高 所以我们等待年后新春开红盘 资金重新回笼以后 你的现金就可以拿出来使用 到底哪些产业还有个股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留意 过度杀低那甜蜜的买点出现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分享在群組里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关注这些讯息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群組看看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知道什么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